祝大家各位听众朋友平安 网上的各位朋友平安 欢迎来到浩然信仰延伸频道 我是王浩然王牧师 现在我们要一起学习的是 华人圣经一年通 和斯托德博士和王浩然牧师 一起来学圣经 那么我们用这个表本 版本就是圣经一年通 我们现在讲到礼拜四 礼拜四的题目是什么呢 男人和女人 那么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八节说 耶和华神说 那人独居不好 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 那个精明的读者 读到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八节 会猛然一愣 创世纪第一章有六次说 神看到什么都是好的所造的 然后一句神看到一切都是好的 为甚好就造完了 但是在这个突然到了第二章的第十八节 竟然冒出来不好 造的都是好的 那神创造的既美好又何来的不好呢 是吧 对不对 所以说一个是造的东西都是好的 但是呢 一个生活方式会觉得不好 男人独居不好 没有女人 男人就不完整 不光是不完整 大家都是独居的话 那以后怎么有后代啊 神的所创造怎么繁衍啊 是不是啊 所以千万呢 我们不要把这句话绝对话 因为他有些是 有些人是蒙昭守独身的 这个就是祭使 使徒保罗名言的 你跟哥伦敦前书七上七的还有 我们主耶稣有着完美无瑕 无瑕的人性 但他也是独身的 是吧 这就说明了 独身仍可以是正常的人 对不对 那么从斯特德博士来讲是这样 那么一个人 如果独身的话 在某些方面 可能一些潜在的 这个不足的地方 是吧 但是这些不足的地方 未必能表达出来 他说好啊 回到创世纪第二章来看 这里说说的 神定义为亚当 预备一个配偶帮助他 原文两个词啊 虽然有不同的译法 基本上不离啊 伙伴与配偶之意 凭这两个词 我们找不到支持 大男人主义 或者极端女权主义的根据 更没有支持 同性婚姻的根据啊 所以但我们也不可以 把创世纪第二章 第二章十八节 英文范围局限于婚姻 许多洁经家 军人认为英文范围 比婚姻更广 而加尔文 就是其中的一位啊 他写到啊 孤独不美 自然一身 对任何人来说 都是不好的事 神造我们为群居的人 有情啊 是从神而来的 珍贵的礼物 这个呢 我想多分享几句啊 这个神呢 他造了这个男 和造了一个女 造了一个男的 他认为他是独居不好 首先神造的时候 首先造的是男人 不是首先造的女人 那么从这个基因染色体来讲 首先造一个男人 也是很合理的 如果单纯 首先造一个女人的话 他是XX 就不会再出现男人 但是呢 如果造出一个男人来的话 他有XY两个染色体啊 OK 所以呢 只要这个X双双的话 就可以产生女人 所以呢 这个很有道理啊 OK 另一个啊 他造了一个男人啊 但是他独居不好 没有说一个男人不好 他长期的一个独身 他肯定 他需要帮助啊 需要情感啊 需要这个性生活啊 各方面的啊 对不对 所以他肯定是有不足的地方 但是呢 为了某种呼召 忍受这个独居 我觉得他获得了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补偿 甚至超过他独居的不好 一个人很难尽善尽美 那比如说我 到日本留学的时候 前面的十一个月啊 不是十一一年 全是我自己 所以说我有足够的精力 来学习来工作 考试 最后完成了准备的家庭 然后家人才一起 同居在一起嘛 那是很多这个移民 也是一种情况 我想大家可以 来一个人对解啊 对不对 那么 那么男人独居不好 那女人独居都好了 女人独居更不好 我都见过那个女人 独居以后时间长了 得忧郁症的 对啊 不少 他不明白啊 所以呢 女人啊 那么我们知道 那个我们家里养狗啊 宠物啊 她一个就在家里 她都得焦虑症 忧郁症 你就没办法养啊 是吧 所以呢 这个神 她是很成神识信实的 说实话的人 就是一个人独居 确实不好 一个人独居不好 对不对 那么啊 但是呢 这里呢 她要找一个配偶来帮助她 我们也知道 不管是找一个女人 再找一个配偶好 男人找一个配偶好 都是相互帮助的 所以夫妻之间 在家里要相互帮助啊 对 但是我们不能是因为 我们是华人 我们在中国呢 女人比这个男人 在家里地位高啊 然后要挟男人 这更不可取 是不是 大男人 东北人 大男人主义 这个也不对 那么从这儿来讲呢 搞同性婚姻去 是吧 这个呢 在圣经里是不受赞同的 对不对 圣经是不赞同的 我自己也不赞同那个 我如果可能的话 你还是找一个异性的人 然后结婚 对不对 如果可能的话 是吧 因为那个不太讨人喜神喜悦 也确实在这个家 就是同性婚姻 在家庭里 也有很多很多 难以克服的困难 这是繁衍 后代上 那更是很难困难的事情 好不好 那么就把这个男人和女人 说清楚了 好吧